巴提亚不只有纸醉金米的酒吧、夜生活和炫目华丽的人妖秀 还有纯净的大海、阳光、沙滩、游艇和小岛 虽然现在很多人还无法来泰国旅行 不妨就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到巴提亚周围的海域 与那些私密无人的小岛来一个亲密的接触吧 我们的游艇在猴岛上被猴子所占领 但是好在他们都很多礼貌、不抢夺东西 虽然是野生环境下的野猴子 对于人类的抚摸和握手居然显得毫不犹豫 显然都是社交老手了 为了食物可以出卖可爱的小天使 《环游泰国》系列节目的第28集 我们乘风破浪出海前往巴提亚的猴岛 看看这两年没有游客的他们过得还好吗 今天我们将来做法规则 我们将来做法规则 我们将来做法规则 每个人都在做法规则 每个人都在做法规则 看看我们将来做法规则 法规则 想去吗? 他问你想不想去? 上岛 上岛想不想去? 去 外面 问你行不行? 食物 加油 加油 来 来 喝饱碗就白了 为了说服奶奶能够陪我们一起出海 可谓是脸红带片 这个眼镜就是为了哄她开心给她买的 戴了十分钟之后 她说看不清就不想再戴了 码头方面为我们安排了这种 VIP专用的接送车 直接帮我们送到码头 奶奶少走了很多路 泰国的服务是非常人性化的 等待了一会儿之后呢 我们今天的游船就来了 船长很贴心的为我们准备了 午餐 水果 还有很多的饮料 并且很有礼貌的迎接我们上船 泰国是一个多海域的国家 所以生活在这里 包一艘小船出海度假 是再平常不过的旅行方式了 现在还是泰国的雨季 所以这样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日子 真的是不多见 在这个季节里 带着这样的好心情 我们就出发了 第一站就来到了猴岛 远远的有没有看到 海水里面有很多猴子 在向我们的船游泳 这个小岛呢 虽然非常的美丽 但是它在泰国千千万万个小岛中 并不非常的出众 之所以让它受到游客欢迎的原因 是岛上木满了野生的猴群 而且它们非常的亲近人类 愿意和人类接触 要跟着 去登陷了 这道楼 是 好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来到这个海岛的游客量急剧的减少 所以猴子们的食物也不够了 他们在看到游船之后 拼命地向船的这个方向游泳过来 为了保证我们船的安全 我们尽量要和这些猴群保持距离 但是仍然有十几只猴子冲上了我们的船 我们也给他们分发了食物 而且有很多母猴子是身背着 怀里揣着那种刚刚出生的小猴 向我们的船游过来 其实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又欣喜 但是又感觉心酸 这一次的疫情 真的是改变了这个世界 也影响了他们 我有一位导舵过来 美鳥 美鳃 那打扮吧 优优独独播放 放 嗯 拜拜 拜拜 带来的 带来的 来 来 你给给他了 他又 没问题 快来快来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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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的船加上船长也只有四个人 所以我们把其他空出来的位置 尽量多的携带了这些香蕉和水果 希望能为这些猴子们解除一些饥饿 帮助他们渡过这个难关 有了王铺 这里的猴子呢 他们不只会游泳 还有很多猴子都会潜水 你通过画面能够看到 有很多猴子直接潜到水底 把吊在下面的香蕉捞了起来 最让我觉得神奇的就是 有一些母猴子 他们身上背着那种刚刚出生的小猴子 居然也可以一同潜到水的下面 而不会溺水 真的是很神奇的自然界 一个小小的岛屿 猴子们饮用淡水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呢 原来是这样的 就是有好心的人 他们为了帮助这些猴子解决饮用水的问题 在这个小岛上面 修住了很多这个人工的这种水渠 然后又挖了一个小小的水塘 收集雨水 然后来解决这些猴子们饮用淡水的问题 其实泰国人真的很善良 你看这个猴子直接就潜到水下面很长的时间 而且他身上还背着一个小猴 所以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神奇 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的有意思 所以如果你在最近的这段时间 要来到巴提亚旅行的话 那么虽然已经没有这种旅行团 或者是一日游的行程了 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包一艘小船 买一些水果来这里帮助一下这些猴子们 哦 近没看到那边的楼啊 还在尾里面呢 没看到那边的楼 没骂了 没骂了 吃起来 吃起来 我再放在哪里 我用软出了 我给它也拿下来 比一点点 我vious辈子 接下来 我跟你看到 鱼 进来 这边 前述 你 他可能 鱼 鱼 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会倡议大家来到这里 帮助这些猴子呢 难道他们在这里出生成长 这个自然环境不能够满足 他们的日常的生活需要吗 是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岛上的这种猴群的大量繁殖 其实不是自然界的一种非常正常的状态 是因为有大量游客造访 每天给他们偷食大量的这些热带水果 让他们之前做到了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 那当然了 衣食无忧之后呢 就是制造小孩 但是现在因为游客量突然的减少 他们没有了食物来源之后 岛上原本的自然资源 是不能满足这样大量猴群的饮食需要的 所以他们真的需要帮助 经常旅行的你肯定知道 在马来西亚 印度 菲律宾 都有这种巴窑族的海上人家 他们从小到大就生活在这一艘小小的船上 其实在泰国也是有这样的 以船为家的这种渔民的 而且他们的船非常小巧 只能容纳一个人躺在上面生活 虽然我们来之前携带了大量的这些水果 来给这些猴子们 但是面对岛上这些数量庞大的猴群来说 仍然觉得是背水车薪 所以我们在定点投放了食物之后 仍然在船上保留了一些少量的水果 就是为了要给一些特定的这些 比如说怀孕的或者在猴群中地位比较低的 而且能够看上去明显很体弱 抢不到食物的这些猴子们来 针对性的给他们投放一些食物 寻找一些怀孕的母猴子 或者是带小孩的这种母猴子 来给他们防止他们饿肚子 大家对巴提亚周围比较熟悉的岛屿 应该是格兰岛、猪岛、林岛 还有稍微远一点距离的沙梅岛 沙梅岛我们在一个月之前 给大家做了四集的专题节目 如果你还没有收看过这些节目 可以到我的频道列表里面寻找收看 关于格兰岛 我们也会在后面 为大家制作几集的专题节目 来介绍格兰岛 其实巴提亚周围的旅游资源 是非常丰富的 完成了 哦 让我来帮忙拿来帮忙 赶索 买一包 然后请他拿去帮忙 帮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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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 前面介绍了这么多岛屿 怎么样选择是不是有一点困难了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喜欢玩水上项目 喜欢热闹的年轻人 就去格兰岛吧 那边有滑翔伞 然后有水上摩托艇 如果你喜欢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发呆 然后找一个安静的小岛住上两天 就可以选择去沙美岛的一些安静的海滩 如果你喜欢这种和动物接触 然后私密的潜水 然后一些没有游客打扰的地方 就来巴提亚周围的这些无人小岛 如果你是一个潜水爱好者 这里就非常的适合你了 因为海水的轻量程度是跟游客量有关系的 像我们这样一日的包船出海行程 价格其实在泰国并不昂贵 如果你能找到正确途径的话 其实每个人大概只需要200人民币 或者1000新台币左右 如果你喜欢钓鱼呢 这里也是不二的选择 这些船上的船长 都可以把你钓上来的海鲜和鱼类 直接在船上为你加工 船上都有烧烤架 也可以帮你做成生鱼刺身 以上就是环游泰国系列节目的第28集 我们来到了猴岛 看望这些可爱的猴子们 为他们送来食物 下一集的节目呢 我们将为你呈现 我们在这三个无人小岛的水上娱乐活动 和这里美丽的风景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并打开小铃铛 然后转发给你的朋友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频道 任何一期节目的更新了 我们下一集 明天再见 这段视频 娜娜卡 沙瓦迪卡 康姆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